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荒野保护协会与受险公司及明治科技大学的师生 攜手进行穿废快筛调查计划 希望借由这项计划让工部门执行起来更有效率 荒野保护协会2020年发表全台第一份淡水盒穿废快筛调查报告 今年在针对淡水盒预复查 比较2020年与2023年穿废数量发现 核岸段废弃物明显增长 相较三年前平均每公里73袋垃圾 今年增至156袋 其中有七成是生活常用的一次性饮食废弃物 虽然我们过去做了很多淨灘的活动 那在淨灘的过程当中发现 垃圾这个废弃物的来源 其实跟河川陆地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发想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废弃物的源头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那所以河川跟河川上游的山林都是我们在关注的目标 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还没有能力去关注到山林的部分 所以会以河川优先来做这个调查 那希望能够知道说河川的废弃物到底在我们淨灘的过程中 在海滩上贡献了多少的垃圾量 那最后我们发现那个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查活动 把这个数据揭露之后可以跟工部门合作一起来 尽快地把这个河川的废弃物清理掉 让整个河川回复到干净的状态 调查数据显示 废弃物堆积位置以河道交汇处及赶潮河段为主 受到地形弯曲与植被形态影响 废弃物多堆积于下游三处河岸段 有八成垃圾集中于百分之六的河岸段上 我们真的在河川在垃圾的时候 我们竟然有发现就是有像是机车的安全帽轮胎 然后甚至还有机车的坐垫 就是会有这些很非常特别的垃圾 怎么会竟然出现在河川里面 但当然你会看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垃圾 但当然你也会遇到就是 真的有民众自主地去河川旁边捡垃圾这样子 对也是会遇到这些就说他看得到的就减 没看到的就也只能这样算了 那那个调查的结果 其实对我们在政策的一个推动 以及我们相关那个河岸的一个清理 都有非常多的一个参考价值 那尤其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废弃物的种类仍然是以 日常生活一次性的那个废弃物为主 那我们新北市从那个很多年前 就开始推不速之客 我们会持续来推动源头减量来降低这些 废弃物的产生来减少直接进入到环境 那更能够直接避免进入到环境之后 还要再来做清理一个动作 荒野保护协会与受险公司及明治科技大学学生 携手进行川沸快筛调查计划 希望借由这项计划让工部门的川沸清运执行起来 能够更有效率 同时唤起大众对河川保育议题的重视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由大稻城创意街区发展协会 主办的2023大稻城秋货季 集结布业服装设计 制衣职人服饰产业链 举办大稻城时光秀 带领民众穿越时空 感受大稻城的时尚魅力 设计师将城隍庙的美丽图腾 运用在服装上 还有虎爷纪念T恤 中西合璧的设计 让民俗文化也可以很时尚 2023大稻城秋货季 集结大稻城布业 服装设计 制衣职人等服饰产业链 邀请在地服装品牌 透过大稻城时光秀 展现永续新时尚的精神 今年会非常特别的是说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 议员在讲到说 就是台北时光周 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其实一直都在谈论的 就是关于永续有善环境的这个议题 那我自己的品牌 其实在过去一直都非常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唯有让环境更加的美好这件事情 让大家才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这次呢 非常的高兴 是说我们有机会跟 城隍庙做文化跟时尚的 这样子的跨界的一场 就是中西合并的一支秀场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素材上 其实使用了非常多的永续环保的素材 比如说像宝特瓶回收再造的素材 以及就是咖啡沙 或者是可以再制造回收的一些素材的布料 来做衍生这样子 所以像我们今年就是说 我们在做跨界的时候 我们就把就是我们城隍老爷城庙的 mark logo 能够放在我们的服装上面 然后呢 透过一种就是堆叠的方式来展现 然后也将这种就是 就是中西合并的雕花 或者庙宇的雕花的一些花朵 融入在其中这样子 我们城隍记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是完全没有靠公部门的一帽钱补助 都是靠我们自己的群策群力 像早期的设计师像范大哥 还有之前的朱大哥 都是我们的苦主 为什么 他们在我们协会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就跳出来帮协会去支撑我们这个秋卧记 一直到后来我们陆续有拿到 就是这个城隍庙这边还有这个莲华食品 这个一个是我们在地很重要的一个上市企业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地的精神的这个支柱 有他们的肯定 其实我们是战战兢兢一定要做得更好 所以这几年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主题呢 跟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的驱动脉动 就像刚刚议员提到的 我们其实大道城就是一个非常有世界潮流观的一个 一个所在地 它虽然只是一个地方 但是它非常国际化 所以我们这几年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永续 都是HDGS的概念 记者会中台北峡海城隍庙管理人陈文文 更捧着雷祖娘娘审向现身 希望保佑设计师 工艺师 布业越显蓬勃 市议员严若芳则身穿在大道城制作的活动背心 用行动力挺在地服装产业 雕科师就像我们驱的那个设计师 我自己去抹抹抹 但是这个情形不太简单 所以人们说 那个面有吗 开那个面 有那个神韵吗 刚刚我被发装过 就有神韵 那你驱有吗 有 有高到水就对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哇好难得 这几转我就觉得不简单 输入的行动 当然人家人家都爱菜 我们刚才说没有菜 所以你如果做薄的 做生的 做设计的 做物料的 你们都可以来拜 你知道吗 让我们的冬天更好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豐富 不是只想这样而已 还可以想很多 你看这条手机就不一样了 看一下我身上这一件 其实就是在永乐市场 在我们大厨店 在那里做的 特别定制 所以我去到哪都穿着这件 它其实有结合了 传统的客家的花色 那但是做成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穿西装饰 所以跟设计师讲说 可不可以帮我制造成一个 设计成一个西装饰的一个背心 那为什么我会要推认 因为其实大稻城 从以前古时候 历史文化到现在 它都是早期的 最时尚的地方 最创新的地方 因为所有最先进的科技的东西 产品啊 洋服啊 或者是比较先进 时尚潮流的东西 都是最先出现在 我们的大稻城 2023大稻城秋货季 11月10号到11月12号登场 活动期间 由永乐商圈发展协会 主办的漫步老城市集 11月11、12号两天 则是由大稻城市光秀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回到未来 感受大稻城的时尚魅力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农粮署供应高品质的 公粮米 及经过第三方 验证的产销履历米 作为校园午餐的主食来源 并透过教育训练 分享好米香Q的秘诀 让孩子爱吃米饭 以米为主食的好习惯 10米经过清洗后 白米不需浸泡 加水量也有黄金比例 净蒸汽蒸香烹煮 也要控制蒸汽 烹煮后继续焖饭 送餐到教室后 先进行松饭动作 白饭Q弹口感立即呈现 农粮署推广米饭好吃秘诀 让孩子进而养成 爱吃米饭的习惯 在学校 学餐饭跟我们在家里 煮饭的最大不同点 就在于说 我们的学餐饭 通常都是怎么样 因为大量在做 所以机械在煮 那机械在洗米 机械的洗米 在洗的时候 其实减切力 或者那个机械的力量很大 我们很温柔的对待家里的米 可是不太温柔的对待 我们学校的米粒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煮米的设备 在没办法改变的情况之下 洗米的时间要减少 因为我们去参访的结果 发现洗米的时间 绝大部分都在五分钟到十分钟 即使洗太久了 洗太久 而且这个减切力的作用 会造成怎么样 你的米粒碎裂 所以我们建议 洗米的时间的话 大概是两分钟到三分钟 那至于净米的话 以现在的白米饭来讲 对不对 大概不太需要进制 因为学山饭他们做好了以后 马上还要再经过配送到蒸饭箱 或者是每一个怎么样 每一个那个什么煮饭的瓦斯桶 瓦斯的那个煮饭器里面 都需要时间 所以它事实上已经有一点进的时间了 但是超米饭就要进 因为超米的话 对于它有康城的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两个制程 一个制程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的设备允许 因为我们的确看到有些什么样 有些团餐公司 他们有这样的设备 它可以在低温 来怎么样 来进制 所以它就可以进16个小时 就是我们10度C以下来进制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建议用怎么样 用热水来进 这个热水就是60度的激热水 我们也提出了 怎么配这个热水的方法 然后不会增加 学山饭支配上的一些困扰 因为我们还是要让 因为做学山饭 真的正在打仗一样 时间很短 要把饭这么多做出来 所以时间真的在竞赛 所以我们提出的方法 都是比较简洁的方法 好 接下来就是水米笔 水米笔的问题的话 对不对 通常我们会建议 因为前面已经有吸水的动作 吸水的动作 包含在西米 所以水米笔我们建议在0.8到1.1 第一年级我们建议水多一点 高年级就建议稍微水少一点 因为高年级的话 通常吃的饭会比较接近怎么样 我们成人在吃的 然后接下来煮好饭以后 如果你是一般的那种 瓦斯电锅的话 对不对 它的烹煮的 因为它是五十人份 所以它的那个制程 大概都是设定好了 不会改变 如果你是蒸箱的话 就要注意几个事情 因为两个中心会影响到 你饭煮出来 够不OK 第一个是 你供饭的蒸汽的压力够不够 很少我们去注意到 你的蒸汽锅炉的压力 蒸汽锅炉压力 我们建议在7公斤以上 可以去照位注意 因为我们去访试 结果发现有的学校 的确的大部分都不到6公斤 你至少要在6公斤以上 因为这样的蒸汽的量才会够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你的蒸饭箱 大部分的蒸饭箱 密合性 对不对 都没有说很好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旁边的封条 其实蒸饭箱本身 并没有什么 很简单的一个设备 但是你的封条老化了 所以封条把它封好 才不会造成蒸汽外泄 蒸汽量的不足 蒸汽量的不足 就影响到你米饭 煮出来的品质 煮的时间大概在15分钟 蒸的时间 我们就把什么样 蒸汽关掉 这个时候在里面蒸饭 大概蒸20分钟左右 蒸饭以后 接下来就准备出来 要配饭 配饭的话 通常我们配送到 按照国家的要求 包括我们像日本都是一样 送到学生的手上的温度 应该要在60度以上 所以这个真的跟时间在赛跑 然后到那个什么 到班级的时候 我们才会做松饭的动作 因为松饭的动作 如果太早做 你说为什么我们不在什么样 在送饭之前就松饭 因为送饭之前就松饭的时候 第一个怕有污染的问题 第二个温度会降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建议到什么样 到教室的时候 再由学童来做松饭的动作 一方面也是一种学习 在110年的 9月开学之后 我们就让全国各地来申请 所以110年9月之后 当年的产销履历米 就已经占我们学校营养午餐里面的米的比率 百分之二十一 这是110年 那去年111年的话的产销履历米已经占百分之六十八 也就是说学校午餐里面三分之二的米是产销履历米 那三分之一是一般的这个公粮米 到了今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产销履历米 所以稻米的品质一直在提升 可是问题是 这个稻米不是品质提升就好 因为好的商品 或者是好的产品 一定有好的品质 然后好的喷调加工制造过程 出来之后的产品 才会是美味可口的产品 还是好的产品 所以为了要让我们有好品质的米 这么好的这个优质的米 这样我们的小朋友要养成从小就喜欢吃稻米 所以我们就请CS协会 还有我们的台大食科所陈石新陈教授 我们就找了几位国内的科学家专家 大家一起来研究 要怎么研究呢 我们在去年就开始针对全国有三百五十四个供应人数 超过一千位每一次的供膳 这个给营养午餐超过一千人的这样的学校 三百五十四所 我们来全面来进行调查 同时也到现场去辅导 之后把科学数据收回来之后 来用科学的方法 怎么样来喷煮出好的这个米饭 东凉薯以市售价格五折 供应高品质公粮米及经过第三方验证的产销铝米 作为校园午餐主食来源 但高品质的毫米进入团扇大量制备时 有时会因为储存方式不当及烹煮技巧不佳 未能呈现完美口感 因此也特别分享烹调小秘诀 协助工善人员更有效率的供应品质稳定完美比例的米饭 我们这些优质的米 如果可以按照我们用科学的方式 所研发出来的这个标准作为流程来制作的话 烹调以后啊 让小朋友可以直接食用到最优质 而且最新鲜 同时也是最美味的我们的米饭 那这样子可以养成小朋友 只有对于台湾米饭的喜爱 也会变成他一辈子在作为身体健康 还有在做食农教育最好的代言人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全国各个学校 只要供应学校营养午餐的话 我们希望都能够来参考我们所用科学方式 所制作出来的这一个标准作为流程 来烹调米饭给所有的师生来享用 我们已经办了这个七场的讲席会 那接下来我们已经在拍摄YouTube 还有制作我们的这些标准作为流程的手册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的官网上 12月底之前会把它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全国的学校营养午餐 团算业者也好或者是学校的这些工善的相关的管理人员 以及营养师能够上网来参考 那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些标准作业流程的指引 送到每一个学校 希望各个学校都能够热烈的来享用 因为这个是对我们小朋友的身体健康 以及我们的食农教育的推广最直接做出贡献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国人以自己的米食为傲 农粮树长期推动食米教育 并提升校园午餐食米供应品质 希望透过体验教学及日常饮食 让孩子从小认识稻米的营养价值 传承米食文化 记者汪郡台北报道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车祸炸保案 经营中古车行的郭姓主贤组织集团 利用假车祸炸领保险金 期间假车祸理赔金额破千万元 全案已依诈欺及伪照文书等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 这个前段就在这边制造假车祸有三次以上 照片上的桥敦被嫌犯利用制造三次假车祸 也因此露线引起保险业者的怀疑及警方注意 在高雄市经营中古车行的郭姓嫌犯 因为首席进口中古车行情 发现保险理赔金额高于中古车购入及维修成本 因此动起歪脑筋向保险公司投保高额保险后 在选择没有监视器解人烟稀少的地点制造假车祸 以诈领保险金 初步估计犯贤共制造7次假车祸 获得超过千万元理赔金 郭姓祖嫌他是利用他经营二手车行的一个经验 而是二手车的一个保险理赔金额高于车子本身的一个价值 找来周姓的一个共换充当人头的一个车主 协助他做制造假车祸来诈领高额的保险金 所有的假车祸都是由郭姓祖嫌一手来策划 他都寻找比较隐秘没有监视器的地点来制造假车祸 假车祸以后就请人头车主 去警察机关来做一个报案 报案以后取得证明以后 向保险公司来要求理赔车子的毁损的一个金额 那这个案件经过我们交叉比对积极的一个侦办 至少掌握七起的一个不法事证 在10月25号我们执行同步的一个搜索跟局体 顺利逮捕到郭姓等17名的一个嫌犯盗案 并查扣做案用的手机还有账册 以及汽车合约的买卖保险契约等相关的一个账政路 习事局经过长期搜证 终于破获这个制造假车祸 诈领保险理赔金的犯罪集团 并逮捕郭姓祖嫌及其包地 还有人头车主共7人 全案已经依诈妻及卫造文书等罪 将郭姓祖嫌等7人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张启腾 参与报导 第49届曾徐白先生新闻奖颁奖典礼节目 445件作品角逐10个奖项 得奖作品呈现当代多元的新闻面貌 庆年有些年轻的推荐 恭喜庆年有些年轻的推荐 中家宽平庆年有线电视关注河川守护 制作二人锡的蜕变与重生新闻 点出污染危机 并记录在地力量推动环境运动 永续经营 获得曾徐白先生新闻奖的 新衣房屋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报道奖 展现地方重生的积极意义 那刚才在画面中看到二人锡 二人锡看起来画面很漂亮 但我第一次踏上二人锡的时候 其实它的土壤层一层土一层IC板 水电都是废弃的电缆线 那即便这样子我们在那个社区里面 我们还是看到很多的在地其劳 很多的专家抉择 为了环境 为了他们的社区 他们不断的在努力奔走当中 那也看到有新一代的年轻人 都入了社区的营造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报导 让更多人能够知道 环境永续的重要 社区营造的重要 曾徐白先生新闻奖 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奖 成立以来备受新闻界重视 已有许多企业加入 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也征设媒体素养奖 提供给制作出优秀媒体素养作品的 新闻从业人员 推广求真的媒体时代 现在可能AI生成的这个文字内容 影音 突变等 不仅真讲难辨 有的时候甚至它的传播速度 比我们正规的新闻来得还快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媒体素养 已经变成一个全民必要的基础 所以我们跟曾徐白新闻奖基金会 共同设立了这个媒体素养的奖项 其实最主要就是 这个也是全台湾第一个为新闻工作者 设立的这个媒体素养奖项 其实我们最希望是能够 期待更多的媒体同业 能够一同参与一同来关心台湾 这个媒体素养的这个提升 我们有更多 越来越多复杂的 更多的一种传播的形式的 甚至网路上的一种传播方式 所以在这种情影之下 曾徐白新闻的新闻奖 也广邀一间企业的 大家也热心公益的 愿意来支持的 大家广邀大家来 就是提供各种 新闻奖项 来让第一线媒体的工作者 他们有更多的精神的知识力量 那今年我们收到了作品非常多 其实每年都是创新高 我看了一下 我们有收到445件的作品 那入围总共只有38件 所以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那每年我都会把这些作品 留给了 留来到我的教材 然后在座有一些是我教过的学生 然后我们不仅在学校学习 这些优秀的作品的技巧 然后我们也看着优秀记者的身影 然后学习大家认真工作的态度 然后得到非常好的启发 素有台湾新闻界普利兹奖美誉的 曾旭白先生新闻奖 最初设立的公共服务报导奖 产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 基本要素 并持维护公共利益 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力 参赛作品也呈现当代多元新闻面貌 协助读者解读复杂的新闻议题 读懂大环境的趋势与影响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2023湖光山色艺术季由台湾戏曲学院六系两团 带来七大主题共计13场的特色演出 涵盖传统新编跨领域等内容 更邀请国宝籍艺师王金英 小米老师以及曹富勇老师参与传承献议 京居学系学生演出旅步与貂蝉 展现优美身段与华丽唱腔 不听到去生态 边边不变成怡 天安就无关系 歌仔系学系学生带来干国宝过台湾 用四句连演唱呈现闽南语之美 2023湖光山色艺术季邀请国宝籍艺师王金英老师 小米老师以及曹富勇老师参与传承献议 为艺术季增添益彩 这出戏的推出是因为在民国五十一年 私立福音剧校的时候到国际到美国走上舞台的第一出戏 这出戏再推出有它的传承意义 我花了很多时间利用暑假给学生排戏 练他们的靠功 练他们的唱 所以希望大家走进剧场给他们鼓励 因为他们的确是把这出戏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呈现 感觉这出戏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从以前来台湾来流添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了 但是很多人做 无法有这个 整本都是四九年的结本 我们同时给他整理 这十天给他修作两点整个 很清楚 这个结本 我老师把整理得很好 整本都是四九年 连唱 连公园 连念 都是四九年 所以他整理到这样的环境 所以我把他的心团也用得很红烦 所以保证好看 《湖光山色》艺术季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六系两团 带来涵盖传统新编跨领域的其大主题 共十三场演出 呈现台湾传统戏曲文化的多元风貌 也希望学生能够展现所学 并且得到国宝艺师的真传 让传统戏曲得以延续 如何把新端 如何把情绪 如何把自己够好整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说这也是我和金银老师 还有小米老师在学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 也很配合他们的精神 王金银老师和小米老师 他们的唱片和伯母更不一样 都是他特别的唱话 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有恶到的东西 找更好的方式去解决它 就譬如说动作 每个角度你就要去找 然后人物的情感 你要先了解人物 再去捉摸它 要怎么做表演这样 中间的适应期花了蛮多的时间 可是很高兴这次可以有机会 参演这次的艺术季 就是让我在学习的过程中 比较顺遂一点 不然在前面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算蛮辛苦的 我们学校是 台湾唯一的戏曲学校 所以我们很强调的传承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请到几位国宝 还有曹老师这些国宝集的 帮我们做传承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保存 然后这个传承的情况之下 那能够持续请他们继续帮忙 然后帮我们做 整个戏曲的传承 2023湖光三色艺术季 从10月14号持续到12月3号 票券皆在演出前一个月 开放网络免费索取 喜爱传统戏曲的观众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和台北公车 联营管委会及悠悠卡公司 规划减碳月月抽机票的活动 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 实现净零排碳的永续环境 加入APP会员 绑定悠悠卡 达成双倍公共交通工具 就能计算碳排量 让您维护地球环保的心意 可以量化 累计满一公斤减碳量 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一次 累计越多资格 中奖几率越大 可以抽最大奖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还有丰富奖品 要参加这样的活动 只要下载悠悠妇 加入悠悠妇的会员 绑上你的常用的悠悠卡 它就会帮你计算 当月你的碳排放减量的数字 只要超过五公斤 就可以抽一次奖的机会 平常悠悠妇会针对各种通路 还有我们定期 几乎每个月都会推出相关的这些优惠 比如说加码2%的这样的一个回馈 那有一些通路 我们会额外会有一些 叠加上去的一些触动 跟一些行销的一些折扣的方案 都会回到优惠妇的这一块里面来 那所以如果民众可以习惯使用 除了有政策上的一些诱因之外 也有额外的一些优惠的回馈措施 另外也特别鼓励内科企业员工 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 加码企业抽奖资格 其实我们大概主要是 针对整个企业在员工通勤的这一块 我们希望鼓励尽量多使用大众运输 所以我们规划了跟交通局这样 有一个合作案 那主要是针对在双北地区 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个 减碳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市政府对于内科的交通上面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促进民众使用 或内科居民能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所以在内科上面 我们又额外再多加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变成内科的居民 他可以参加双北的也可以参加内科的 他可以两边都参加 那这个是对内科的居住的民众或员工 有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鼓励大众运输的一个活动 活动10月开炮一直到年底 三个月期间每个月都会抽出豪力 机会颇大 欢迎民众多多参加 也为精灵碳排地球环保尽一分心力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根据卫福部资料 台湾新确诊乳癌女性患者有高达三成年龄不到50岁 显示乳癌发生年纪有下降的趋势 眼睛就是开始觉得有异物 然后就是去那个眼科检查 可是看了很多次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现年48岁的林女士 十多年前确诊乳癌 开刀切除并接受辅助化疗及放射治疗 持续10年服用抗磁激素剂 成功停药不需追踪 没想到两年前发现右眼异常就医 竟是罕见的乳癌复发 眼睛那边就怪怪的 那那个时候眼睛其实大概就不太能懂 就是右眼 右眼 然后就想说 那时候就这样 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到 对啊 然后就是去张基总院那边去检查 然后就是化验之后才发现哇乳癌 根据卫福部109年资料 17000多名台湾新确诊女性乳癌患者中 不到50岁的年轻个案就高达三成 显示乳癌发生年纪有下谈趋势 而每4名患者就有一名 在治疗5到10年后复发或转移 基因检测已是癌症治疗的必要过程 年轻乳癌它的这个疾病有什么特别的 跟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乳癌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第一个 70%它都是荷尔蒙受体为阳性的这个病患 然后再者呢 它的肿瘤恶性度会稍微比较高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诊断 开始诊断是晚期的比例也比较高 那合理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它比较不容易诊断 因为年纪轻的女生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有些时候会常常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健康 再来就是死亡率小会就会比较高一些 乳癌其实有分不同的型别 端看说我们这个细胞受体上面的一些分布 还有刺激产生的一些这个所谓讯息传递的一些这个不同 而分成不同的型别 那就有包含了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 它占了70%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乳癌的族群 那再者呢 还有荷尔蒙阳性 荷兔阳性 或者是荷尔蒙阴性 荷兔阴性的 荷兔阳性的 还有所谓的三阴性乳癌 它有不同的分性 那常常我在跟我的病人讲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是说人都叫人 人类 但是呢有黑人白人黄中人 每一种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文化都不同 基因也不同 所以其实乳癌也是这样 乳癌是一个大的一个统称 但是下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次分型 那其中每四个人有可能是在五年或十年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复发或转移 好 那所以高发生率的这种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的话你就必须得要注意这样的状况 而且呢这个大概有一半的五年之后 会有一些复发或转移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也有很好的药物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这个支持 到底有哪些人需要做基因检测 不是说我今天流到乳癌 是不是现在就要立刻马上去做一个很贵的基因检测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荷尔蒙阳性 喝吐阴性复发或是转移的乳癌病 那或者是说呢是有癌症基因的这个家族史 好 这个非常重要 再者就是如果是早期乳癌的患者呢 你的肿瘤大小是一到五公分 那淋巴结转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那这时候也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做一个基本的基因检测 去了解到说我的基因是不是带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 我们其实很鼓励大家病友要先了解你的治疗计划 因为现在的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 我还记得大概我在八年前确诊的时候 同样有社团的年轻乳癌病友跟我说 医师说他已经就是转移到全身 像刚刚分享的就是骨头都是这样 然后医师说可是那个时候可能适合他的只有化疗 就没有别的药物 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有许多新的药物的发生 就是在这些新的药物的帮助下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更精准的治疗 甚至是基因的检测了解你的亚型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也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这个对病友来说真的帮助很大 我们乳癌的治疗 其实治疗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一个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是复发转移的恐惧的这个压力 会陪伴病友一辈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维持这个一辈子的就是心理健康呢 我们要就是持续的服药跟回症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 记得跟你的主治医师沟通 然后积极治疗不要拖延 因为好的早期治疗早期发现 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效果 高发生率的乳癌一直是女性健康的低隐忧 但面对乳癌我们可以不用恐惧 现在有更精准更多元的治疗方式 透过口服药物的治疗 我们可以延缓疾病的恶化 更可以让我们活得更美更好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月 金奖主持人Lulu 黄璐子英 受邀拍摄乳癌胃教影片 鼓励癌友积极面对疾病 主动认识治疗方针 即使转移复发也不要恐惧灰心 其实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 但只有你自己不能放弃你自己 然后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口服药物 然后呢就透过基因检测也可以找到 你是属于哪一型哪一型 就是我们做的对症下药嘛 然后呢就是分门别类 你适合这一型就去这一型的去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我的立场就是 我已经知道有这样子的方式了 然后医学一直进步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 为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如果真的面临到这样子的一天 先不要紧张 我们会害怕是因为我们对这个 这个病症太多的未知了 我们因为未知所以我们很害怕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未知处理到变成 我好像了解了 我有大概有一点点了解 我就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害怕 我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她 面对她这样子 卫福部国健署提供45岁至70岁女性 每两年一次乳房筛检 乳有家族史 可提前自40岁开始 呼吁女性朋友积极筛检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效果也越好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迎接松山烟厂84岁 迈入第十一届的原创基地节 全新转型开展 除了品牌再造 重新设计松山文创园区的 视觉识别 还邀请台日印尼 三国九组的艺术家 现地创作精彩的作品 直接用感应的就可以让它完成了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松山文创园区 首度邀请国际级艺术家参与创作 将有台日印尼三国 共九组艺术家进行现地创作 包括我们整个内容面 重新更聚焦在松山烟厂的一个场域精神 那还有所谓的在地永续知识学 那还有永续生态 这三个面向 那同时呢 我们今年也邀请了方旭中设计师 帮我们全新设计原创记忆节的 视觉识别系统 那这个视觉的设计也重现 昭和14年1937年的 烟厂的远古迹的那个拱门的设计图像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也邀请了国际的艺术家 这也是首次 所以我们这次会有共有九位 来自印尼日本跟台湾的艺术家 共创十件的户外的现地艺术创作 艺术家以松烟历史场域作为发想 呈现园区的多重样貌 像这一酱作品乐园 就透过三面音架 集聚通透性的十一幅画作 与巴洛克花园相互回应 10月15号 还将与小市制作合作加入五道演出 然后这个帆布跟音架 它都是比较可以透光 比较有穿透性的 那它也可以跟这个花园的景色 可以融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幅画这样 艺术家张乔君则在户外庭园景观时 以树枝等材料加入国产银河上的图像元素 呈现日治时期的身份 并回溯松山烟厂当时对国家经济的定位 我将这些影像 重新组合 然后用方式去呈现 那所以前面也可以看到有船体 跟后面的山 我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出一个 这个山水中的山水的感觉 风吹过风车 随即会产生当当声 由印尼艺术家阿兰薩普托托在松烟 食农教育园区 与当地新能力里民联合创作的始祖风车 希望透过艺术回应都市农民的农作生活 这个工艺术其实是 尝尼艺术工厂 因为这个工艺术其实是 谈创业和艺术 核心展区松烟烟 则是回探过往昭和14年的 松山烟草工厂最初建筑图和水郡分布等历史文物展示 再到重启成为松山文化园区后的各项成果呈现 84年的时空垮度 让文化局副局长陈于心相当感动 特别是从影片中很难想像 过去的松山烟厂 转身变成现在的样貌 其实这当中是非常多人的延续跟传承 那才让今天的松烟的园区 有不同的面貌 那除了要兼顾过去的整个历史脉络之外 其实也有非常多创意跟创新的地方 庆祝松山烟厂84周年 10月10号国庆日也将举办 84岁松烟厂庆万岁宴活动 邀请超过200位烟厂老员工回良家 松山烟厂过去今年到至今是84年 整个的文史脉络 我们也邀请了老员工 我们会在10月10号 举办厂庆回良家 目前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员工 最高领97岁 10月6号到10月15号展期期间 除了户外展区开放到晚间11点 10月7号 10月8号两天 特别响应2023年白昼之夜 园区不但24小时开放 更推出多场星光限定活动 4月底前还将提供智慧眼镜 互动师导览应用 让民众透过智慧眼镜 游览松烟各景点 深入体验84岁松烟的美好风华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2023金融国际移民生活节 装扮是泰国的传统服饰 然后就是通过这支舞蹈 就是有认识更多泰国的一些文化 这套服装是缅甸男生平常会穿的 然后因为缅甸那边潮湿多了 所以会穿这种裙子可以通风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礼拜六有参加新著名国际舞蹈比赛 然后获得悠闲晋级决赛 是菲律宾的传统的衣服 跳这个舞之后 我会比较珍视菲律宾的文化 2023金融国际移民生活节 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画面上是国际移民生活节的记者会 由金融市长谢国良 送发处长林立禅 跟民政处长张约翔 以及中山区区长徐亚文 暖暖区区长陈如东 和参与活动的各单位 共同邀请大家 在11月18号一起来体验多元丰富的活动 11月18号我们的基隆移民生活节 在文化中心广场那边挤办 那这次的活动呢 结合了所有的移民生活在基隆以外呢 还有我们基隆七个区的 好好玩的东西都会带进来 那一起庆祝我们的移民节 除了移民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私乡 品尝家乡的美食 然后呢体验家乡的文化以外 大家也可以跨期来玩一下 基隆不同地方好玩的东西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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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基隆市 国际港都 在各个族群特别是国际移民 能够在基隆展现出各种文化 而身为一个基隆的子弟市民们 都非常结成的欢迎 我们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能够来基隆 这个国际港都 来定居移居 市长谢国良表示 基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港都 欢迎各地的移民朋友 来到基隆发展 我们基隆 希望成为一个国际的港都城市 自然对我们的国际移民 要非常的重视 不论是经济移民 或者是婚姻移民 只要到了我们台湾 只要到了我们的基隆 我们就结成欢迎 所以我们在11月18号的下午 我们不只有美食 有很多手工艺品艺术活动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基隆是最重视 我们的新住民朋友 未来也重视我们的国际移民 我们希望基隆能够成为 台湾最新的一个国际移民城市 记者会中抢先展示 新住民朋友首做的家乡美食 手工艺文化 还有基隆各区的在地特色深度旅游 呈现基隆国际港都 有深度有内容的多元人文 也打造基隆成为多元族群 和谐的友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物料推广基隆低碳旅游 市政府透过全新路线的 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 推出了四款优惠套票 还特别跟黄阿玛的后宫生活联名合作 套票最高优惠六五折 邀请民众来基隆轻松快乐游 T99 台湾好行 上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跟公车处长杨华中 与观光署北关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陈玉川 悠游卡公司董事长林志盈等人 共同行销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 市府这次特别跟拥有超过150万粉丝的 黄阿玛的后宫生活联名合作 推出了四款优惠套票 也将黄阿玛及七位人气角色搬到台湾好行公车上 相当吸睛 那这次我们规划的有四个游城 那除了说从串沿西岸跟东岸以外 我们也把我们的所有的厂商也联合进来 那所以说我们今年我们大概增加了几个新的一个景点 从这个仙动园佛首动到阳明艺术馆 那接着串联到我们的和平岛地址公园 再到海科馆 我们今年呢特别推出四款套票 那最高优惠有六五折 那目前在凤凰旅游网还有太阳网上面可以购买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跟KK Day 还有义游网这边来洽谈 那总共会有更多的通路 可以买到我们台湾好行的套票 那今年最特别的是我们有跟黄阿玛这边合作 把黄阿玛还有他七个人气角色搬到我们台湾好行的车上 那欢迎大家来搭乘 四款套票内容结合了多家接龙在地伴手礼跟咖啡店家 还有知名的观光景点优惠 也结合幼游卡公司和平岛地质公园推动减碳旅游行动服务 那我为什么要提到永续旅游这个部分 绿色旅游目的地这个部分 就是其实跟今天基隆市政府在公车处 这个杨处长的这个协助之下 能够让这个公车能够直接开到低碳的这个部分 大众运输开到和平岛的这个门口 和平岛我有信心 因为王总在我们在这方面在观光署的整个OT里面 它是算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一个业界 再加上所有沿线上面的伙伴们的这个努力 让我们把这个名气把它带起来 希望T99真的它变成是怎么样 叫做99能够运行 台湾好行 赞 市府感谢各单位与店家业者共同支持 也邀请民众搭乘台湾好行滨海奇迹县 在基隆来一趟低碳旅游 轻松的吃喝玩乐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新丰街 这里的大型集合式住宅邻里 162项长期以来塞车严重 在地方居民的建议下 市政府从11月起在路口试办 交通耗制车流管制 没有想到回堵的更严重 三叉路口 绿灯亮起 车辆纷纷左右转 十多秒时间 车辆才过几台 怎么就变成红灯 上班尖峰时间 七机车都塞在这个路口 类似情况 每天上演 让居民很苦恼 社区本来期待是能够顺利的出去 可是没想到 事半的第一天就已经发生 住户上班迟到 走不了 因为他给的秒数太短 所以一般出车只能出车 两辆到三辆 是严重的 而且这个 这边60秒 这边只有10秒 完全是不合理的秒数规划 红灯的时候所有车子都是 排到这边去的 对对对 然后变成说我们这边下来的话 我们这边绿灯的话 没有办法往下转 也没有办法往上转 因为车子都在横向这边 中正区新丰街有2万户住户 是全国社区最密集的地方 新丰街16巷里面又有大型社区 之前都是闪黄灯 尖锋时段几乎塞车 11月开始进行移控管制 才四半两天紧急喊停 车流回堵问题更严重 红绿灯的架设来讲 162巷的孔太近了 跟主干线太近了 所以导致说车辆的话 你怎么控管的话 都没有办法全身而过 那所以在这个区块来讲 那个红绿灯的整个管制上 又整条线的120秒的管制 跟它出行的管制上不是单一 它有四个红绿灯的管制 之前就是本来就有小塞车 但是如果你现在 你现在又换这个 就是再加这个浩子灯 反而又更塞了 因为本来要实施一个月 结果实施第二天 民众又反应了 反应说又更塞了这样 新峰街的162巷 还有包括新峰街的河崩街口的话 因为它的那个谁 它的纵深太短 所以说哪怕啦 刚刚我们的主委提到 就是说哪怕是16巷口 这边有网撞线的话 哪怕它就是有进空的话 事实上的话 都没有办法消化162 162巷早上左转 要到那个谁 要到市区的这些车辆 所以说我个人 经过两天的勘查 我个人是希望就是说 暂时先回复原状 新的措施事办两天 就紧急喊停 市场府交通处 区公所 里办公室 和市议员都到场 研商新的方案 像我们新丰街这边的住物非常的多 那尤其主干道跟支线道 要穿越马路的时候 有行车的问题 也有行人的问题 但车流是一直一直 不断的在做变化的 尤其是早晨上班的时间 导致车流回堵的非常的严重 那这个162巷口 进行号制灯号的管制后 因为它的除车空间不足 只能停三台 所以导致车流回堵 那今天办理这个会刊 是希望能够在短期之间 先把这号制灯号管制 先做取消 但长期来看呢 整个新丰街号制灯号 应该透过智慧型的 号制灯号管制 来进行AI的一个评估 评估即时的车流 来设定号制灯号 跟绿灯通行的时间 来避免塞车 跟车流回堵的一个问题 162巷的居民可能是针对说 他想要往巴洛子方向逝去的 可能出不来 所以我们尝试的利用 号制来做管控 那这几天的试办之后 发现其实 因为整个道路真的狭小 除车空间有限 其实对162巷的居民进出 其实透过号制反而 他更出不来 也影响到整个新丰街的主车流 所以我们会 今天的结论会先暂时 把这个号制管制先做取消 然后长期来看之后 我们目前去争取了 相关营建署的相关经费 希望来做新丰街整个 整个改善规划 那我想等到营建署 如果相关的核定计划 核定的话 我们会再积极的来处理 相关新丰街的交通改善事 新丰街人口稠密 只有一条对外的道路 不仅上下班车流量大 离封时间车流也不少 地方期盼长远的解决方案 应该披荐点外道路 才能将庞大的车流 有效地分散 记者黄烧铭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自己不可思认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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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样 二样 一样 对 阿吉借过 你那是无银脚吗 怎么了的 快教我 什么无银脚 是我的地价税 无银浪 赶着去脚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脚税 超方便 只要扫描 找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脚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脚 那管道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开中 安心缴乱一尺痛 阴氧化碳终结者 那可讲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可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